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Hustler Custom Live官方中文战的解说员龙凤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8月3号的直播集结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Master Blaster拿到一手AK并没有去做三败 他们的腕石钩方片还有皮特五九方片全部入持 翻牌两张五 皮特什么鬼运气 他们的腕拿到顶对比较危险 皮特领先下注的话 他们的腕是一定会跟住的 那也就意味着皮特可能还要再转拍再打上一枪 皮特下注半池 他们的腕秒扩 AK好背景板 转拍 发个K发个Ace出来 他们的腕还有的逃 这发个4发个6这种 老肩巨划的皮特直接再打半池 行了那甭问了 如果他们的腕再是一个秒扩 那盒牌估计还有一枪 当然啊 也说不定会掉张钩出来 对吧 他们的腕继续跟住 很明显你就没4没5嘛 合牌一张3 发的全是和牌面 说实话没什么关系的东西 皮特不可能拿一手六七再翻牌面就开枪的对吧 2万2又打半池 都走到这一步了 他们都还能去哪呢 so you can't blame him for doing it and Peter wins it almost hundred thousand dollar pond out of nowhere how did that get so big 来看这一手牌 这什么机位啊 镜头哪去了 翻牌A20 这谁也没好牌啊 皮特拿到一个中队 反后直接打满池 他们都把四六盖掉 全是烂牌 rion中二反加到了7000 好 皮特跟住 皮特对于rion还是比较了解的 而这张转牌要非常的害人 好在rion没什么牌 皮特特上再打的话 rion应该是要走的 皮特没打 皮特竟然没打 然后合牌 掉张二出来 哇完了 在那 比吃不到2万 rion这一枪打了 打出一个超吃 皮特不要太开心 直接加注 是吧 皮特只输A10吧 其他的牌基本不存在 口袋二 太罕见了 这是打算打多少 皮特加注做到了将近6万 rion后手也就只有6万 这张合牌太害人了呀 4k 4k what are the bluffs toji or no toji or no toji 2 10 touji 210 to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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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能说的吗 chow rion 最终 rion fildman 这个从来 不会盖掉大牌的人 竟然选择4掉了自己的4house 你敢信吗 皮特最终给rion亮出了一张4 剩下那张自己猜去吧 接着来看这手牌 toumer 9钩杂色 加注2200入池 branny 欧阴姐 枪口味3-5番块跟下来 4人吃 翻牌 k36黑桃有两张 rion拿到铜花听牌 这 现在没有鱿鱼游戏了 这大家打的也正常一点了 不然的话 那些小口袋对子会各种推 toumer 这是用什么牌打了7000 一手勾嗨打了7000 转牌草花圈 给到toumer一个顺子听牌 这第二枪能不能开出来 如果能给到run一个非常糟糕的赔率 这手牌toumer还是有机会的 23000的pot toumer直接是丢出了自己所有的五圈 还是挺有压迫力的 怎么说 说好为了节目效果看何牌呢 玩不了了 一盖牌就有好牌 接着往下看 装卫Brenny K圈夹住到了4000 他们都按五八方片跟下来 又是个四人池 这翻牌红桃有点多 迪兰难得入回池 直接拿到一手天童花 Brenny手里的一张红桃圈 会给他带来一些困扰 他们都按中八翻后瞎住6000 一个bet一个call Dylan并不想打草惊蛇 只是跟下来 让他们两个人啊 再斗一斗 他们都按应该不会再打了 没法打了 Brenny多人池 一般不会主动进攻 合牌一张老K Brenny童花是没拿到 但是顶对拿到了 这个时候Dylan站出来再下注 35,000的坡下注15,000 他们都按有一手可以抓鸡的牌 但考虑到身后还有人在 再加上Dylan的入池率 他们都按盖牌的概率啊 很高 他们都按应该会盖牌吧 这不存在什么hero call啊 Brenny能跟到合牌啊 手里肯定是有点东西的 要跟住吗 他们都按 我就觉得啊 这牌应该不会跟啊 但是Brenny就没那么容易走了 Brenny说你要是跟住 那我就不跟了 这不是说废话 来接着看 翻前没人加注 Aaron90杂色枪可为座的 抓斗直接check 直接check 翻牌369 Aaron拿到顶对 翻后 直接打3000 挺着急收持啊 Aaron中六跟住 Peter 他们独岸 独岸的话 一对三 还是可以跟的啊 后门的花 老K都可以追 转牌 黑道奇 Rion六七两对 还在进攻啊 翻牌打3000 被俩人跟了转牌 还要再打一万啊 真就觉得自己无敌是吧 哎 Rion只要稍作丝毫就知道啊 对手不可能拿到什么 Side3这种牌 是吧 不可能翻牌转牌都打那么满 合牌 草花圈 对于牌面没什么影响 六七两对 我还在说六七两对 合牌要怎么拿价值 而Aaron就突然推了四万出来 四五 四五翻牌打满 转牌 四五转牌有必要打满吗 Rion Aaron这牌就典型的是这么打 比自己大的那是肯定要call的 比自己小的也真call不动 这个投机我觉得是有点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的三连将送出了一个将近十二万的底吃 再来看这手牌 不知不觉当中 这游戏游戏又开始了 这大家就又疯了 四五红桃直接推 头门口袋七 这种牌他会错过吗 看皮特一脸懵圈 这A9根本玩不了 四五红桃 这能赢 一张圈 哎呀 面嗨 这面嗨 谁都拿不到鱼啊 这是最关键的 第二次发牌 给到了 Master Blaster 一张 二套 好最终 托们拿走四分之三个破 来看这一手牌 Master Blaster 输的就剩一万多了 拿到一手AK也是赶紧推 现在有鱼啊比输赢还重要 皮特还没鱼呢 圈九方片要不要接 才一万多 皮特竟然走了 他们都按圈五杂色 太烂 Aaron剩下他一个人 三四他也没有鱼 拼个运气是吧 For fun 听见没 一万刀 For fun 哎呀 翻牌五八十 三四都能赢吗 要了亲命了 第二次发牌 两张草花 三 这AK就这么被跑死两回 离了大谱啊 来接着往下看 托们K圈枪口位加入到1200 Rain A7红桃枪口加一位 选择跟住啊 Brenny还有一手草花牌 翻牌草花有两张 Brenny拿到铜花听牌 托们看到一张A4啊 还在下注 这一枪被俩人跟住 托们应该是没法玩了 转牌 草花五 顺子面 铜花面 全到 Brenny前尾 干嘛不打呢 两个对手 排面又有A4啊 他错过了转牌的价值啊 合牌9000的P Brenny打了6000 Rain中牌跟住 转牌来一枪多好 转牌来一枪 合牌再来一枪 这个抵持就不是2万了 怎么着也得奔个五六万去了 来看这一手牌 Aaron A8草花加住到2000 他们的1A5杂色跟住 这翻牌啊 直接给他们的1发成了一手葫芦 翻后他们的1并没有打转牌一张三 Peter Peter并没有站出来 他们的1 该打了吧 不能再过了呀 笔持6000 他们的1小开一枪3000 Aaron直接跟下来 这直接给他们的1表态了 我有A4 合牌 真好 还来张8 好了 现在Aaron也不担心自己的踢脚了 任由他们的1宰割 1万2的破 他们的1打了8000 这也就对上的是Aaron 如果对上的是Ryan Fieldman 我觉得他们的1可能会打满持 来看这手牌 Tomer石钩加住到1200 他们的1在装位 拿到一对6 跟住 三人持翻牌 他们的1重赛 Aaron还有欧运姐 Brenny全部拿到双头顺听牌 而Tomer翻后打了3000 这个做大抵持的罪魁祸首 看到有人下注 他们的1要不要加注 抵持7000 他们的1直接打了1万 Duan想在这收持吗 Aaron怎么说 Aaron强挺牌跟住 Brenny 哇 完了 Brenny剩下3万全推了 那Tomer Duan如果跟住的话 这Aaron可能也走不了啊 一个大地驰要诞生了 Tomer Duan喊出欧业 Aaron 你都不用想想的吗 Tomer Duan 可是个深筹码啊 这个Oin直接把Aaron给架空了 底时瞬间来到了22万6 这怎么翻牌就干光了呢 Tomer Duan现在遥遥领先 看看两次发牌 会不会给Brenny或者Aaron一点机会 River一张老K Tomer Duan顺利拿下了第一次发牌 先拿回来10万 爽了 这个太爽了 这SET6啊 直接一个双杀 合牌 恭喜Tomer Duan Scooper 继续来看牌 Brenny翻前只要加注 那都挺重的 K圈直接惹了个4000 Ryan90勾红桃跟住 Tomer Duan勾二草花跟下来 还有Peter 翻牌377 没人中牌 Tomer Duan拿到一手铜花挺牌 不过这是个攻对面 转牌一张9 Ryan拿到顶对 Tomer Duan要打了 人太多了 底时16000 Tomer Duan打了12000 甭问啊 Ryan肯定要跟的 他得弄清楚啊 Tomer Duan到底有没有7 有7 合牌肯定在打 没7 那这手牌自己这12000 就拿下了 好 还有一个对手 Tomer Duan Oh Tomer Duan这运气上来了呀 合牌一张草花 Ryan不想看到草花 他也不想看到 Tomer Duan下注 但是 这两个都到了 打多少 Ryan手里会有一对 是11对钩吗 可能性不高 但是有9 那是有概率的 反正是没7 Tomer Duan得想好 自己从一张9身上 能拿到多少油水 底时4万 Tomer Duan 还是下了个中注啊 希望可以骗Ryan来抓自己投机 继续来看这手牌 Peter口袋5 加注到了4000 Aron Ago 大忙位跟住 排呢排呢排呢 Aron Ago跟下来 这是一手单挑 翻牌勾59 顶对顶T 对上Site 5 Peter有位置优势啊 这很舒服啊 因为一旦吃到加注 Peter就爽了 哎 不是 哎 顶对这么玩的吗 这教科书般的反面教材啊 顶对关当就退了 又是一个10万的10 这Aron一入池 那就是10万加 哼 他知道Peter什么牌吗 完了 本以为看到转派的勾啊 还觉得自己现在遥遥领先了 没想到对手已经做成了葫芦 Ace No Ace One Time 只发一次 这不两次吗 转牌 合牌 三条勾 A勾两对 有什么用呢 Aron再次输光 终于是要回家了 好的 朋友们 继续来看这手牌 Ryan九勾做了12,000的三败 结果迪伦拿着AK呢 再次推了回来 两个桌上的超深筹码的对抗 Ryan位置比较差 底时5万 他还是决定花2万来看翻牌 反牌一张9还是小小小的牌面 对于Ryan来讲 这是一个好的开局 怎么办 迪伦继续打 AK也可以当口袋K来玩 打了2万 Ryan跟住 这应该是个跟住吧 没别的动作了 转牌 现在迪伦要想自己能不能干掉 一对狗一对圈 转牌呢 转牌呢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转牌一张9 Ryan拿到三条 这个牌面三条9来说基本是无敌了 主动下注吗 Ryan 这样的话要把AK打掉的呀 不过打得到不中 Oh 完了 You have a pair You have a pair 没了 底时338,000 已经跟了Ryan的姓 没有了 17万 Ryan一手拍赢下了17万 这怕不是要回水了 低了 来看这一手牌 Tomer A圈黑桃加入到了3000 他们都按一手24杂色想入池 被Brenny给拦了下来 Brenny拿到一对K A圈有位置优势 跟一对K打还是可以打的 Tomer有一战之力 那来看这手单挑 翻牌259 黑桃爷只有一张 Brenny Brenny一旦翻前一个大的家注被跟下来 翻后他总是这样 一下牙火了 这翻牌如果KK开上一枪重一点 或许都结束了 这核牌 这核牌 转牌让Tomer看到了免费的ACE 结果核牌还支付了25000 你说这气人不起人 来看这一手牌 Tomer1 这是要和Peter杠上了吗 Peter一手A10 跟住了Tomer1的三败 翻牌360 Peter拿到顶盾 Tomer被盖上了帽子 翻后怎么说 尝试一下 别打太重 底持16000 Tomer1随手丢出了1万 已经算够重的了 试探一下Peter 会不会拿一个比口袋10更大的对子 来跟住埋伏自己 球长转牌就更恶心了 Tomer1看到10不来就很烦 又掉张ACE出来 Peter想打 Peter想打 又怕Tomer1接不动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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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turn上肯定是个check 不可能再吓住了 合牌竟然还掉张ACE啊 Peter拿到Frohouse 但在Tomer1看来Peter可能会没有ACE啊 这价值怎么拿 什么呀这是 啊 这底持才3万多啊 Peter推了多少 反正在我看来啊 3万的坡突然有人推个9万啊 这基本来讲不可能是投机啊 9万 投机的概率很低啊 你要说打个什么3万3万5对吧 投机的概率是挺高的 这打个9万 两张ACE的牌面啊 对手有个什么一对六啊都会跟的对吧 不可能去打9万投机的 接着来往下看 这听到欧运姐喊出了欧运 哦 核冠喊欧运 卫尼拿到一手AK直接推了7万出来 倒霉的Ryan他拿到A勾 这牌对于Ryan来讲可不是容易缝掉的牌啊 别人的话拿到A勾啊 看到这7万肯定早就跑了 这牌他能盖的掉 Ryan自己都说啊 他真没盖过A勾这样的牌 他们都还在和Dillon讨论上一手牌 上一手牌Dillon是拿到了一手AK啊 如果Dillon入池 那死的就是Dillon了 来看这手牌 TomerA6方块枪口位加注到了1200 TomerA1 Brainy Peter 好圈圆入池 Ryan这拿着一对圈 为什么不去做隔离啊 翻牌K94 被盖帽子了吧 Peter拿到K9两对 还在后卫 太爽了 这牌 直接打价值啊 想都不用想啊 有K的那肯定乖乖支付 比如 TomerA1 这每次TomerA1对上Peter 好像总是吃亏啊 他 再见 他 再见 抵制6圈 Peter打了半尺 转拍一张圈 谁的圈盖掉了 Ryan的两张圈盖掉了 玩不了了 这带透透气去啊 活不了了 Ryan在给第一次来的Tomer啊 好像在讲着一些录制方面的一些规则还是问题啊 似乎对自己错过了一个大底池 并不在意 看上皮特再打8000 他们的湾顶顿继续跟了下来 合牌这是一张红桃 一个后门的童画面 也是一个攻对面 这张牌对于他们的湾来讲是救命的 不然的话皮特可能还要再来上一层 软回来了 说自己盖的牌 那绝对是有史以来啊 盖掉的最臭的一手牌 他们的湾一听什么 一对圈 你说这嗅觉啊 谁能跟他玩牌 再来看这一手牌 他们的湾A圈 先手夹住到了3000 一个两个跟住 Dylan拿到一对圈 哎呀 手里只输得剩2万多了啊 全部推了出来 谁能接得动 他们的湾肯定是接得动啊 他们的湾要不要再夹住回来 只是一个平扣 Ryan这边装卫可以勾红桃 这会Ryan怎么突然打这么紧啊 这牌他都不玩 圈圈跑一圈 他们的湾比较麻烦了 这不但有老K啊 红桃竟然还有两张 这Ryan又坐不住了 又是一个 哎 职业生涯最糟糕的盖牌 是吧 Ryan likes that too 第一次发牌口袋圈赢 这他们的湾输赢已经不重要了 我想看看Ryan会不会连赢两次啊 合牌 一张老K 排给我排给我 我再找找我盖掉的牌 这是怪他们的湾挡了自己的财路啊 来看这一手牌 大猛为Peter拿到一对K 加注到了4000 他们的湾打一手脏牌 29方片 翻牌一张9 他们的湾中对 头顶一顶帽子 Peter先手过牌示弱 他们的湾也过 串牌一张老K啊 Peter中赛 但这是一张黑桃 站上Peter打了半尺左右 他们的湾 一个秒扣 合牌 哎呦 第四张黑桃 这张牌对于他们的湾来讲 非常的关键 哎 不是 全世界都在等着你偷鸡呢 他们的湾却直接敲了桌子 哎 如果是早十年的他们的湾 这手牌必有一个操作啊 当然 可能也是因为队上的是Peter 他也没自信能把Peter给干掉啊 好 朋友们 来看今晚直播的最后一手牌 这是一个四人池 翻牌三六七 给到Ryan Fieldman一个铜花挺牌 不打吗 没人打 Ryan翻后打了一枪 八千的坡下注半尺 他们的湾这边双头顺的挺牌 翻牌直接夹住 哇 把这个底势拉大了呀 他希望凭借这一个check wrist打出两个效果啊 要么Ryan在翻牌面啊 直接for给自己 要么转牌掉点恶心的牌 比如一张方块什么的 那自己还可以再来上一枪 逼迫你盖牌 Ryan的牌很强 继续跟了下来 转牌 可如果真的掉方块 他们的湾就有大麻烦了 真是张方块啊 还是张五啊 怎么说 现在牌面单四成顺 他们的湾 这第二枪开 还是不开 check 会不会是一个check wrist Ryan只要打 我觉得他们的话 九成是要下注的 给他们的湾一个合牌bluff的机会 Ryan选择了过牌 继续藏自己的童话 他们的湾这一枪 打还是不打 现在牌面可是一条顺子啊 此时不演 更待何时啊 他们的湾最终合牌也没打 转牌有可能是check wrist 合牌应该不是了 这手牌我感觉应该已经结束了 应该是个check four了 好的 朋友们 等到这一手牌结束 那今晚的直播 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周见 期待的 这儿也感觉到他 他太太多了 他不会被叫 他想过了 是的 This is weird bet sizing, actu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ere.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on the board. Just wait one minute. They'll come down. Is this show ending? Okay, you're done, right? You're done now? Or they're playing another round. I know if it's not we're not done arewe I don't even know I thought this was going Lo,we are we're done So Q2W winning now Look at that Ryan's in the game for 300,000 I am sorry about this I thought the game was going longer You can hold me responsible I love you guys I have so much fun commentating on this show and playing on this show because you guys As a community s are amazing by bwd6